我是克莱尔 经常有话有问我 蝴蝶兰多久浇一丝水呢 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确切的答案 因为你所在的环境不同 再加上蝴蝶兰的生长状况也不同 不可一概而论 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是要遵循的 这个原则就是 见干见湿 它是一种浇水的这种方法或者是原则 见干的意思就是 浇过一次水以后 你等到盆内的剑纸和根都很干的时候 再浇下一次水 那么剑湿呢就是湿透 要让整个盆内的植株和根都充满了水 而且你可以从盆底看到水流出来 蝴蝶兰怎么样操作见干和见湿 我将在下面的实例中 我来教大家我是怎么做的 那个见干见湿 它的那个好处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推上这个见干见湿呢 它就是防止这个浇水过多 导致的烂根和潮湿引起的这个病虫害 下面我就给大家举例并实际演示一下 我是如何操作的 下面我来给大家举例一下什么叫干 你看一下蝴蝶兰的这盆根呢 它都发白了 它这个戒指呢 你颠的时候你也觉得它很轻 这个就叫干了 很干了 但是它没有干透 什么叫干透呢 意思就是说这个它不光干 而且它这个根呢 它都很皱了 那个就是极度的缺水 这个呢是指干很干 它就是这个样子 它已经发白了 它就需要浇水了 这就是需要浇水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这一盆呢 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很干的这个状态 这就是最好不要浇水 你看一下它这个戒指 它这个颜色 还有还有这个蝴蝶兰的这个根的情况 你看它这个还有点潮润 这个呢就不要浇水 这个呢是我每个星期给这些长花梗的蝴蝶兰泡的水 里面有硫酸亚铁和这个磷甲肥 就是按照比例 我现在马上要浇水了 我把它们混匀一下 下面我来演示怎么浇水 我们浇水的时候呢 尽量要慢点浇要细水浇 你像这种要慢慢的浇 而且还要转着圈浇 这样是让这个戒指和这个根 有多一点的时间 来吸取这个水分和养分 要多浇几遍把它浇透 然后再转个圈浇 我平常浇的时候因为我的花比较多 所以呢我就把它们都泡在盆里 就像这样子 泡上大概15到25分钟或者30分钟 泡完了以后呢 就是让它这个蝴蝶兰的这个根和戒指都充分的湿了 湿到什么样 就是啥叫湿透呢 湿透就是说你把它这个盆啊 提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水从底下流出来 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到这个盆里 剑湿这个水从盆里流出来 看到没 水从这个盆里流出来了 这个就叫剑湿 这个同时呢这个花也就浇透了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这个浇水的时候 有几个注意事项要注意一下 第一就是这个水啊 这个水如果要是能用雨水的话是最好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雨水的话呢 就是用自来水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就是自来水要放上至少24小时 然后呢它和你这个室温是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浇是最好的 第二呢就是浇的这个时间呢最好是在早晨 因为早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浇呢是最好 因为浇完以后呢通风也好 那个气温也回升也好 这个植株呢你给它浇了水就会长得更好 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 如果这个气温高于30度 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是傍晚浇水 浇完以后也会有好的通风 这样就会很好 如果要是在这个下雨比较湿 潮湿的这个季节呢 你就要减少浇水的次数 食物在积极生长期呢 就是也可以这样浇水 但是如果要是它属于休眠区的话呢 那就也要少浇一点水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这个浇水的方法呢 它只是针对这种塑料盆和这个戒指 是树皮的这种状况 如果你要是用的这个戒指呢 是水苔那它又是不一样的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这个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水苔盆的这个蝴蝶兰呢 见干见湿的方法不太适合它 因为见干的话 就是说你能知道这个蝴蝶兰 你摸这个水苔已经很干很干 它这个所有的根呢都发白 就像这样的话是可以 但是见湿的话就是 如果你要是用那个水浇下来的话 它这个水 你要等这个水流下来的话 这个水苔已经里面就是蓄了太多的水 这个太多的水 我们家养蝴蝶兰的时候 因为这个透气性达不到 所以是不适合用这个方法的 这个是我一定要提醒一下的 所以这个水苔盆浇水呢 我们以前也做过视频 就是说是选的这个水量呢 就是找一个相同的容器 那个水呢 就是放到这个相同容器 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这个水量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这个蝴蝶兰呢 这个盆呢就泡到这个 有三分之一容量的这个水里面 然后大概泡上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把它提起来的话 整个这个蝴蝶兰的这个水苔呢 全部都充满了水 这个时候呢就是充满了水气 不是很潮湿就可以了 就它呢这个优点就是保水性很强 缺点呢就是透气性特别差 这个蝴蝶兰呢 我们在家养的时候透气性 要求非常高 所以这个水苔 我是不建议在家里面 养蝴蝶兰的时候 用这个水苔的 但是因为这是新买的花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就可以了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了 关于蝴蝶兰的浇水原则 就是见干见湿的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有所收获 那么我也就非常开心了 那么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